四川泡菜 泡菜是川菜中独具特色的一种菜 所用蔬菜很多 如胡萝卜 白萝卜 白菜 黄瓜 芥菜梗 青菜梗 嫩姜等 做这道菜选料 西里美萝卜 胡萝卜 锅笋 芹菜 蒜苗 姜 豌豆 圆白菜等作为主料 做泡菜所用的调料 有红糖15克 白酒30克 精盐40克 干辣椒15克 花椒15克 凉开水1000克 先把各种原料放在洗净的坛子里 用词和箴头 有红糖1克 灭蒸 在这里 还有一点 Matthls有红糖 您可以拯60克 您可以拯救 我们可以拯救 这就是 把全部调料和水放进去 放入坛中的水量应该淹没过原料 然后扣上坛子盖 在坛盐的部位注入清水 泡至数日后待其发酵 捞出后切成丁 加辣椒油拌匀即可食用 腌制泡菜时 坛内外应保持清洁不得沾油 切记污染 这道菜特点是色泽粉红 味道酸咸爽脆适口独具风格